好,我们今天继续跟踪复盘一下大盘的一个表现 先来看一下几个指数 标普的话,基本上是到了前方的一个关键位置 但是呢,今天没有出现所想的那样低开高走的快速反弹 所以说这个标普的走势确实不太好 另外我们再看一下纳斯达克 纳斯达克的话,从昨天我画的那个位置 它已经算是阶级破位了 如果说从前面的14200左右的一个点位来看的话 它昨天其实已经是达到了这个位置 然后呢,它也并没有很快的往回往上就是反抽或者往回拉 从这个两大指数来看的话 现在不适合开仓了 然后如果手里的仓位不重的话 可以去再先持有一下 因为毕竟这两个关键的比较大的大盘指数 都是到了临界点附近了 如果说跌破的话,那么就是比较严重的 假如说在这个位置再调整几天,继续反抽向上的话 那暂时会是又一个比较好的一种出逃的一个机会 从昨天整体表现来看的话 小盘股这块就是所谓的罗素 它依然还是在这区间之中进行一个这样的一种震荡 这个指数倒是变化不大 最主要的就是一个标普,一个纳指 这两个指数的大幅度下跌 没有产生相应的反弹 让我觉得我的仓位也必须要去再降一降 于是昨天我也清了很多的一个股票 然后把我的仓位现在降下来了 但是我现在手里的科技股,我还在观望 我不打算加它,虽然说是纳指或者标普 它到了一种关键的位置 但是其实手里的很多股票,它已经破位了 已经达到了我的止损位,就走掉了 就像昨天的提到的割SAT这些股票 本来预计它是会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反弹 但是它直接跌下来,继续往下去走,破掉了 那那个我的止损位,所以说 那没有办法,那就只能是按照纪律去止损走掉了 另外还是昨天之前提到的一个疫情复苏股的 之类的一个表现 这样的一个股票是暂时跌幅也比较小 或者说它处于一种比较小的这样震等行情之中 还可以再稍微持有观察一段时间 如果说大盘这样的一个下跌 股票也下跌,跌的比较快的话 可能一般来说会有一个急速的一个反抽 也就是说空头回补的一个 但是这两天的一个表现 我觉得这个过程可能是要么在后面 要么就是说它没有这个过程 它直接有可能会就跌下来 有个这样的情况 为了就是把最坏的打算考虑进去 我们现在能做的就是说是在稍微有一些反弹 或者手里股票好转 有利润的时候去机快的把它先出掉 先避险,这样的话是一个比较稳弄的一个策略 当然说现在我觉得还没有到全部去清仓 或者说再去急着抄底这样的一个过程 因为大盘现在确实是一个震动的幅度特别大 你要去抄底的话 要等它震动幅度比较变小的时候 这样再去抄底 或者说有用指跌记性的时候 再去考虑做这个事情 今天主要就是看一下大盘的一个表现情况 手里的很多股票 我自己手里的一些情况呢 然后本来是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上转过程 然后现在呢又开始反转向下了 所以说进入这种情况的话 手里的股票暂时如果走势没有破位 没有达到止损位的话 可以再观察观察 但是如果说破了止损位的话 那就果断先走掉了 然后这样的话 横行震荡起来也是比较难操作的 在这种横行之下 先不要着急轻易开新仓 那么现在那些党代市场的一个横行 变化明冷 然后逐步的去看看能不能止跌 好今天主要就是说一下 简单提一下大盘子这样的情况